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 中国人民忠诚的革命战士 刘亚楼同志 于1965年5月7日在上海逝世 刘亚楼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指挥员 首都各界和各国驻华使节 以及在京的外国友人 到中山公园调宴刘亚楼同志 5月11日 首都各界两千多人隆重举行公祭大会 追到刘亚楼同志 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邓小平等参加了公祭大会 罗瑞卿至道辞说 刘亚楼同志的一生 是光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一生 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贡献 全党 全军 和全国人民 将永至不忘 阵明 主打 以上 感谢观看